另外现在又发生了在医院打伤医护人员的事件 专话有一名女子因为手遭到了碎玻璃割伤 被送进医院的急诊室 不料呢这个时候她的男友却是浑身酒气的冲进了医疗间 还硬是拉开了病床的布帘 保全人员过来制止她的时候 这男子却是发狂似的叫嚣 跟这个保全呢发生了激烈冲突 甚至还打伤了一名救护车司机 最后男子被众人制服扭送到禁区正办 急诊室闯进一名全身酒味的男子 直接进到医疗间还硬拉开病床的布帘 而且不理会保全人员的劝阻 男子大声的咆哮 男子的举动把医护人员吓了一跳 医院保全赶过来制止 这时男子却发狂似的开始大声吼叫 跟保全发生激烈的拉扯 这四五个都压不住啊 四五个拉 对 连他朋友一起拉这样拉不住 他这有喝酒啊 听说是有 急诊室陷入一片混乱 一名加入战局的救护车司机 也被男子给打伤 大批医护人员全都赶过来帮忙 最后男子被众人给制服 扭送警局 司机的不晓得这边这边的 那个脸颊被他刚好 可能在压着的时候被他打大 警方调查 当时无信男子喝醉酒 要到医院急诊室 探视手指头被剥离割伤的女友 因为遭到保全拦阻 心声不满而爆发冲突 虽然被打了救护车驾驶不愿提告 但男子在过程中不断出言威胁 已经涉及恐吓罪嫌 被警方移送 立法院日前才出审通过 施暴胁迫医师人员最终可判刑五年 没有想到还是传出了 急诊室暴力事件